再带你来看到花莲县环境保护局 推出垃圾车及时查询的垃圾通APP 在去年2022年2月正式启用 在全县13个乡镇市100多辆的垃圾车 来加装GPS定位设备 让民众能够精准地掌握垃圾车的位置 不过副理乡名代表林梦柔在质询时表示 民众到垃圾都追垃圾车的问题依然存在 建议环保管理所放慢车速 环境保护局推出垃圾车及时查询垃圾通APP 在去年2022年2月正式启用 在全县13个乡镇市100多辆垃圾车 加装GPS定位设备 让民众精准地掌握垃圾车位置 不过副理乡名代表林梦柔质询时表示 代表们多次针对民众到垃圾 都要用追的问题依然存在 建议环保管理所放慢车速 现在县政府推出了这项服务 民众也都不太清楚 要求公所要加强的悬导 我就觉得那这个你看已经讲了四年四五年了 然后环保局已经做了 可是为什么没有在一上线的当下 例如说可以请我们的杨力淑通知我们代表 来帮公所做这个推广跟宣传 环保管理所长回应 由于目前使用的APP是提升优化过的 第一次的版本环保管理所的同仁使用后发现很多的地点都不太准确 时间也没有办法掌握 县服后来调整过后有比较顺畅 会后会再加强与民众宣导协助下载APP 林梦柔也呼吁民众可善用科技资源 如果还没有下载垃圾桶APP的民众 可以透过Google Play或者是App Store 商店下载即可查询垃圾车即时动态 记者高双双 副理箱采访报道